大家好,欢迎收听《网上早晨》 今天6月半日是2011年8月2日 这里有我新西兰的以德台仰和澳洲的郑毕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郑敌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所有网上的频道 正好和曬冷气,继续壮大中立模式力量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讲新疆的事情 大家知道新疆是不断炒作的了 近日美国又开始炒作新疆的议题 美国就有多名跨党派的议员 就写信给这个希尔顿酒店 跟他们的CEO Christopher说 我们是反对你们希尔顿计划在新疆和田兴建酒店的项目 其实这些是商业行为 为什么呢?他们就说 你们这个集团兼建酒店的地点 之前是一家清真寺来的 2018年就被人家拆掉了 你现在是在踐踏别人的地方 这样意思吧 不是吧 你这样炒作 你大佬 你美国议员是不是跟这家希尔顿酒店有仇呢? 可能那个议员真的跟这家希尔顿酒店财团 不对 可能是背后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 这个我猜而已 其实这家新的项目 并非希尔顿酒店首次在新疆有酒店 其实在他们的网站上面 已经说过 希尔顿集团在新疆的乌鲁木齐 已经有四间酒店了 那我们看看这帮议员 究竟这封信是什么 就是寫给希尔顿 其实这封信是寫给希尔顿的CEO 就是由民主党的参议员 麦克利 众议员麦歌文 还有共和党的参议员 Marco Rubio 这个人都是一个搞屎棍来的 因为他很喜欢炒作这个香港问题 我最记得他那时候 我支持你王之锋 那现在呢 之后还有就是众议员 史密斯 共同签署这个联储 那其实呢 这些议员一贯都是对华立场很强硬的 甚至很喜欢炒作的 那在封信上面他们就说 希尔顿酒店的最新的计划 他们十分关注 因为希尔顿酒店的选址 这个地址呢 其实呢 2018年的时候就是新疆和田地区 被拆了的一间清真寺 这个地址呢 其实呢 是中国政府在新疆 将广泛破坏维吾尔族宗教和文化为止的运动 和官方努力消除维吾尔族 宗教和文化扎族的一个象征 说得很小 你说到这么大呀 人家在一个地方建酒店而已 一般这些是正当正常又合法的生意 你都要这么搞人的 是啊 之后他们怎么说呢 他们就说 这些是对维吾尔宗教和文化的破坏 是 和他们呢 要敦促美国政府一定要确认有 这个种族灭绝的现象 其实呢 根据国会的行政当局 中国委员会研究会的报告呢 他们就不知道怎么来这份报告的 他又比新疆 但是呢 他们说 你知不知道新疆的今年 已经有1.6万间清真寺 被人拆了或者破坏的了 这些议员还批评希尔顿 希尔顿不应该允许他的名字 被用作延续和促进对生活在新疆 几百万维吾尔人文化厄杀的地方 这样说 这些数字或者这些调查 他怎么得到这些数字呢 我是很怀疑的 难道是来自奥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一定是 这家人是短作的 他就拿一些Google map 这个谷歌地图弄一些汉图作文的 其实他们的封信还说 现在你们这样是助纣为约 那美国最大的穆斯林倡议团体 就叫做美国伊斯兰关系协会 也都呼吁希尔顿暂停这个项目 这样说 但是 真是很少了 其实呢 美国对 穆斯林好像都不怎么样 为什么你又不出来谴责呢 说句老实话 真的 我问一问 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都没有谴责过 或者说过这个中国新疆有人权的问题 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证明 就是究竟当地是不是真的对穆斯林 出现一个人权问题 如果有的话 你以为其他穆斯林国家会放过中国 这绝对没可能 没错 没错 连美国的盟友 那批中东国家 那批产油国都没有出声 说回来 中国就给予强力的反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先生 就在这个记者会上面 就回复这件事情 就说清真子被清拆 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危楼 是啊 一般你要拆一个地方 当然有些原因 例如说社区重建 或者这层那栋建筑 有些就是 太久了 违章建筑也是 我看过一些案例就是 清真子放在后面的 就是那栋建筑一层 但是清真子放在后面前面 就有一间食店 而且越起越多东西 就是一层就搭一层 本身就是一层就变成两层 就是有些这样 是很明显的 有些违章的事情 或者在香港就叫做 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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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没错 赵立坚先生还说 新疆的清真子大多数都是建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 甚至更早的 随着这个城镇化加速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地方政府是根据当地穆斯林的呼吁和申请 按规章按照法律 作出新建签建 抗建 就是有些重新建 有些就把它拆签 然后放在他们的地方 有些就抗建 那么清真子建筑 现在更加安全 布局更加合理 完全能够满足教终的需要 那么他就说 美国个别议院 经常散播这个涉疆谎言和谣言 这种行为是傲慢和无知的 呼吁他们正视新疆发展的事实 停止 停止污蔑抹黑中国的云族宗教政策 以及所谓的人权问题 藉口经常干涉中国内政 不常对的 美国认定中国当国 在新疆当地所谓的种族灭绝 我真是好笑 等会我说过数据 为什么说它好笑 其实他们经常 就用新疆的人权问题的名义 加大制裁中国的力度 中国一直都没有这种所谓的 经常说的人权问题的 因为他们经常说灾教育营 这个灾教育营从来都是一个 谎言没有一个组织可以拿到一个实实在在的证据出来 找几个遗人出来 哎呀 我的弟弟 然后又说 我的弟弟还在里面关闭 但是很搞笑 他说到这么危险 他又可以在新疆逃离 去到澳洲 去到英国这样的地方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你总被人融化了 对吧 对啊 但他没有 平常没有 所以其实赵立坚先生就说 所谓你们所谓的再教育营 根本是谎言 还有呢 根本上这些就是职业培训学校 为了他们可以有些技能 将来找到工作 其实这样也都可以防止这个恐怖主义 因为那些人有工作 找到钱 自然生活得好些 那些极端思想就少些的 这个是正常的 是吧 其实当中国有一套节目 就讲过关于 当初 讲的是十年前左右 新疆就出现了不同的袭击 还有那一节节目就揭示了 这些这样的极端分子 是怎样渗透在新疆里面 怎样令到一些人相信了 这些极端的思想 而中国政府所做的工作 是投入了很多不少的人力的物力 令到他们回心转意 做回一个正正常常的人 还有去鼓励他们去工作 去生活 为自己的未来打拼 是有很多传统的思想 是令到他们不肯 跟社会接触的 反而一天到刻就躲在一些 这些这样的清真寺 或者听了一些的 极端的传教人 没错了 不肯去出去工作 导致生活没办法改变 没办法向上 从而做一些对社会有破坏的行为 这些是实实在在 是对社会危害的东西 而中国花了很多时间去改变 现在这些西方国家 竟然拿新疆来炒作 其实炒作这么久 没有一个团体 或者没有一个政府 可以拿出一个实际的证据出来 说新疆是有问题的 是没有的 没有一个拿得到的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政治操作 但是这个政治操作 以客观来看 是会继续持续下去 是不会停的 总之事无大小 都跟新疆有关的 一定就是跟新疆人权问题有关 那我说回 其实呢 说回美国有多少清真寺呢 美国呢 就有 这么大过美国 就只有2000座清真寺而已 这么少 这么少 是啊 真是很少 就是 你说到真的很少了 另外呢 中国有多少座清真寺呢 中国只是新疆 刚才我说2000座清真寺呢 在美国全境 全境内 英国全境 全国国境里面 就有1500座清真寺 英国少一点就正常的 那新疆有2.44万座清真寺 哇 是 那就是在中国新疆的清真寺 就比起美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加起来还要两倍 还要多 那你们有没有做过调研呢 还有样东西 你说 哎呀 那他人口少一点 那我也计算一条数据给你了 除去 我用美国 美国 这条数据很简单而已 因为它穆斯林就大概有350万人 我看到数据就是 大概有350万穆斯林在美国生活的 那占美国人口的大概1.1% 那50%的穆斯林就是本土出生 而50%就是外国出生的 那350万人 只有2000座清真寺 那新疆有多少人呢? 新疆我就是说维吾尔人 1000多万人 那有2.44万座清真寺 除了我用数字来说 美国平均每个穆斯林就只有0.006 就是平均每个穆斯林享用 那新疆有多少? 除了人数是0.02 我先说清楚一点 美国是0.0006 就是小数点后是有四位的 是0.0006 清真寺平均每个穆斯林 新疆就是0.002 清真寺每个穆斯林 那你计算一下密度是多少? 你计算是少多少? 每个穆斯林享用清真寺的数? 这些是有数得计算的 你美国的穆斯林根本 清真寺是不够的 如果这么说的话 不敢说就不够 只是说 你每个穆斯林 可以选择的清真寺是否少很多? 那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新疆的每个穆斯林 可以享用的清真寺 这个数字就是 当美国三点几倍 那你还说人家 这些是有数据计算的 老闆 很简单的数字 那你不断炒作 那我可不可以说 那你都没有 重视你穆斯林的权利 你平均每个穆斯林 只有这么少清真寺可以用到的 我计算一个平均数字而已 对吧 那另外呢 新疆你们经常说种族灭绝 那十年间呢 维吾尔人的人口呢 是多了162万 哎呀 越灭越多的大哥 对吧 越灭越多 所以你说什么呢? 对吧 目前呢 维吾尔人的人口呢 就1000多万 1200万左右 而且维吾尔人的人口增长率是多少呢? 根据最新那次人口普查 即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比呢 就是人口的成长率呢 是百分之16.2% 很高啊 是高过其他平均 高过其他小数民族 那根据最新的 中国的人口普查呢 就是呢 小数民族的成长率呢 就是这个增长率呢 就是百分之14.27% 那维吾尔人的都是高他们 差不多两个百分点哦 对吧 是啊 那所以 那其实 说什么呢? 这些根本是 只有一个讲字而已 是吧 拿不到实质数据出来的 但是中国就经常 越灭越多 拿些数据出来给大家看的 但是越灭越多 你灭给我看吧 哈哈 你真是傻的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炒作而已 这种炒作不会停的 这种炒作是绝对不会停的 而且越炒越夸张的 一定是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其实就对他们 就是我意思就是对 美国啊 或者这些西方国家 是越来越不利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他们用一种方言 来夺取这个政治的目的 其实就不会对中国 太大伤害的 只不过在一个国际形象上 又或者在外交层面上 就令到中国 遇到很多麻烦 只能够这么说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 中国呢 就是它不停地可以反驳的话 其他一些国家 有一些较为中立的国家 或者尤其是伊斯兰的国家 他们就会越来越相信 或者跟中国更加靠近 当然西方国家就 希望看到了 西方国家他们自己的诚信 就会越来越下降 那些人越来越不信你这样说的东西 它慢慢的方言就会揭穿的 其实这个是时间的问题 好 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